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什么这个说的很尴尬的样子是吧 那个什么好像有点含羞待见是吧 这15就进入青春期 这说明我们是多么的低调 你知道吗 就是都不好意思跟人说我们过生日跟做贼似的 不好意思我生日对对对对 现在很多人选择过生日就不告诉别人对吗 其实我跟你说我很多时候你不知道 我就觉得跟别有些人很自信 喜欢跟别人说自己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啊 我倒也不是说不能说 而就我很多时候不愿意说就是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害臊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觉得很害臊 就是说 咱今天这个凤凰台不害臊 做做的很骄傲吧 是是是 凤凰台很骄傲 我们很害臊 是是是 是这个意思 我们更骄傲 我跟你说 随着这个凤凰这个15周年这个生日的这个到来啊 我就发现了就是我这个好在会就走出人是中年危机了 正在走出 为什么中间危机 怎么啊 我就说中年危机是什么意思 正在走出 受他的感召啊 受他的感召正在走出 回到青春期 中年危机 我们这一同走过15年呢 这是有点鱼子偕老的这个意思了 这个意思就是将来恐怕也不会吵了他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吧 这也难说 我的不是 我15年最大的经验啊 就在凤凰 享受现在吧 对对对 享受每一个现在 其实都是未来很有意思的一个回味 那而且呢 你看我现在我现在就是说走正在走出中年危机的特征之一 我就发现男的比女的好了 你看我完全同意 我们的那个这个编导啊 这个送心呢 就找了还挺用心 找了三段 我们15年前吧 十几年前 我们的这个影像和画面 我这一看我就发现了 你看女人到我这岁数 看自己当年 他会觉得什么感觉 就当年年轻漂亮吗 对吧 男人不一样 你看我看当年啊 我只是觉得当年我是这个假恶丑 也不叫假恶丑 就傻 假 丑 哎 越来越好是吧 没感受越来越好啊 自我感觉 意思就是有点像倒吃甘蔗了 是吧 越老 这 甘蔗得倒着吃吗 你不知道吗 甘蔗倒着吃呢 就是什么意思 越吃越甜 越吃越甜了吧 就越到后来越好了吗 因为男女这点不一样 我们以前不是老说吗 这个女主持很不像话 这个平均收入是我们男主持的四倍吧 这个也不用再解释 大伙都知道对吧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点不同 就男人的这个职业生命啊 不只一般比较长 起码在中国这个圈 嗯 二来呢 也比较看窍 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啊 没错 我们现在在这待着 我们看前的就看着阮次山先生 哎呦 再过十来二十年 我们能不能也像他那样白发的评论员 是吧 没错 你们自我感觉好 因为你们的女的都多吃香啊 都比你们男的神奇 什么鲁玉啊 各会啊 你见过女的软赤衫吗 我没见过吧 哈哈哈 我跟你讲就是 那天有个人跟我讲啊 说是这个英语里边有一个人说这个笑话 就是说男的老了可以像小邝康尼里 小邝康尼里 女的老了呢 也像小邝康尼里 太开心了 小心鲁玉 小心鲁玉揍你们 鲁玉姥姥 我保证她也像小康尼里 这年头我跟你说 谁难受谁知道 咱看谁是笑的最后的人 咱不怕 没错 我跟你说就是你活过了十五年在凤凰 你就慢慢的感到 一切啊 这个正合适 你知道吗 这个工资啊 不多也不少 反正一切都 我就看看当年吧 看看看看当年 我什么屌样啊 来看一下 大家好 我叫豆文涛 是从广东来的 大稿新闻的当然要样样皆能 再扶鼓掌 再扶鼓掌 给大家 我要去找一个完全自我的空间 我喜欢看电影啊 听音乐了 还有我一直就比较喜欢看书 我给你一插上这个 你早晚都是我的老婆 哪也跑不了 你要想知道你现在的女朋友 当了你老婆是什么样 你就去了解一下 她的妈是什么样 今天可是我们凤凰的大节日啊 当天晚上啊 我就头疼得没睡着觉 三二一 你看 当年的小丽真青春 我想说的是女的没什么变化 男的变化大 这什么道理 你看哥会也没什么变化的 现在这个样子 至少拍出来没什么变化 哎呀你不知道 这人家背后一番辛苦 你我哪晓得呢 不仅一番寒臭骨 哪得没花 不必想啊 谁容易啊 这年头 你看看 哎我就我就而且而且我也想啊 你看你看现在给我 以前是有奶油小生 能算吗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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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碰到赶得巧就做达世长那个角色 为什么我这个人就好像没年轻过 我觉得 就年轻啊 那是年轻啊 他倒没年轻过 他是从来没年轻过 他是没年轻过 哎你你这个变化很大 你现在是成熟 不是就是有的人他合适的岁数啊 从他少年你就看得出来 就这个人呢长的是个中年人的样 嗯 就是他他中年人最合适 嗯 你知道吗 有的人呢是长成一个少想青春的一个样 就是他二十几岁的时候最合适 是 你像文道就是什么岁数都合适 我老了要是还这样有点可怕是吧 不过我想话说回来 我看到当年的时候啊 文涛跟现在真的很不同了 嗯 就那个年头文涛是比较 有点油腔滑掉 没错啊 比较不踏实 现在更加有脚 现在这个油腔滑掉背后呢 其实还是有点沉稳 这个油腔滑掉有点是像装了 嗯 当年那个更装 没错 没错 是 所以我就跟你讲 我总认为啊 这个青年人啊 比中年人更虚伪 对 是更假的 对 你不要以为年轻人呢就很真诚 你知道我跟你讲是 我跟你讲是什么意思啊 第一年轻人 他到底什么是他真实的自己啊 嗯 他还不是能够开决或者自我发现的很深入 对 他以为的他那个样子啊 其实不见得是他真正的样子 是 年轻人很多掩饰 第二我就发现你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选美的小姑娘 我就有时跟他说我说你们怎么上台总说假话呢 对吗 你知道吗 实际上这些姑娘都是很淳朴的很很好的姑娘 为什么上台他要那样 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为了什么呢 其实一点都不能怪这些年轻人 因为我就发现了 你能够安全的尽量的不说假话 说真话 这是需要阅历的 需要经验的 不也是因为 广广一个年轻人呢 他还不大能够有这个能力 或者说是胆量 你让他怎么说出他心底的真话 说假话是为了以后说真话 你要说真话 讲自己回到本色是要需要一定的社会空间 一定的社会位置的 对 所以我们写文章的时候都是这样 我们开始写文章的时候就会学人家的腔调 就学得很老成 学得很浅论试探什么什么 因为你不这么学的话 人家根本不让你发表 等到你 你现在回头去看像假平蛙 像王安逸 他们早期的小说很主旋律 等到他有了主旋律 等讲了以后 他们开始写自己消沉的悲观的深刻的东西了 因为人家已经可以发表 一开始他这样出不来 尤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环境 他的主旋律力量很大 所以年轻人 你要理解这些选美的小姑娘 他讲这些话 你知道就说这个人 我为什么说女人另算 就是说我就说这个男人 他为什么随着年龄的递进 他是个逐渐发现或者找到自己的过程 因为小的时候被洗了很多遍的脑 你知道吗 你比如说看一个王硕的小说很受影响 接下来可能三个月之内说话都跟王硕那样说话 可能又看了这个 学偶像 甚至你不是有意的学你会受影响 看多了中央台 你上台的时候也会不自觉的去中央台的那个腔调讲话 你知道吗 这个一层一层佛家讲就是这个熏染了 熏染在你的这个头脑里 然后说到底什么是我自己的语言 什么是我自己的说话 你真的像老子讲的那样 但要是你一直能想这个问题 你得贴掉一层洗掉一层 把所有的这些影响都洗掉的时候 有一天可能他蹦出一个你自己 不过我觉得这里面分两层讲 一层的这样子东刚才说那个 我觉得那是中国特色 就中国这个社会 尤其使得年轻人刚刚踏入社会的时候 你要有所作为你一定要扮演社会角色 你是跟随着大众的主流模式的 比如说你讲小说 大部分外国作家的情况 我看过像欧美他们是相反的 一开始最有个性 是一开始是最有个性 最张扬要引人注目 越老反而有时候这个个性就血减 这到五四也是这样 比如说像在中国也是当官 我们都知道 就我们说很多老官员 哎呀说话特别老辣 特别坦率 那就是等到老了 社会空间大了 但是人还有一种普遍的问题 这个普遍问题就像 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 那个情况是什么呢 就并不是说中年人更能说真话 而是什么意思呢 是中年人更知道分寸了 他更知道说到什么话 又是真的 但是又合度 其实这也是一种事故 也是一种事故 而年轻人呢 恰恰是因为不够事故 所以常常过犹不及的说假话 你知道就是我们 所以大家都图油漆 你只是现在图的不觉得了 我们一层一层的被纳入一个套子里 你比如说像当年我刚来香港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主持节目吗 我们往往不自觉的就会在一个套子里 你出了内地的套子 你要进香港的套子 我就记得刚来的时候啊 我们那个凤凰只有一个节目 叫相聚凤凰台 那么主持的模板是什么呢 就是港台香港的主持人的范儿 香港主持人怎么主持啊 就是所谓港台议员 你知道最典型我常跟他们说 那导演让我跟小丽出去拍外景 说人家怎么开头呢 你设想一下 就说你们俩在镜头外边啊 小丽在这边文涛在这边 说同时一起导演说一二三嗨 我这么主持节目呢 江江三元行广告之后见 虽然我们这个节目经常犯错误啊 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们这个节目啊 是凤凰的某种象征 哎不说别的 意思就是凤凰也常犯错误 哈哈哈哈哈哈 凤凰的错误都犯在我们这儿 对没错 具体说就犯在你们俩头上 没错我全让我们来承担吧 哎就是为什么我说啊 你看哈他呃你要从年头上说 咱们不说别的呃同志们 我们是到2011年今天台庆 我们这个节目13年了嗯 我我我只有10年你是多少12年 是呃我们这节目就13年13年 那么就按照一年 咱们就在周一到周 几乎每天一集吧 就算一年300集嗯对 10年3000集 三千九百集 基本上四千集 快快四千集 所以我我自己想象我参与大概也有一两千集了 对 两千集就差不多 你简直难以想象 能说两千集 没错 所以呢 我的人生 你看我走出中间危机的人 很难以想象 就是说我们不能给人比成功 但是我们可以给人比失败 不是比长命 看谁活的长 对吧 谁活的长 这个乌龟的哲学 乌龟的 这没事 我是跟人比失败 我我我最近这个这个几个月写了本书嘛 把这个这个 呃 人民文字出版社出了三本书 两本是论文 有一本就是我这十年跟三人一行的言论 失败的经历 我把各种各样 叫失败 写完以后 我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 常因这个碌碌无为而悔恨 因虚度年华而羞愧 这实话 所以呢 就把这些实话记录下来 只是想说明一个过程 废铁是这样练成的 哈哈哈 好好好 说的对 好好好 为了印证你这段话 这个这个这一本书 学老师为了印证你这段话 我再给你看一下我们的往日 阴容笑貌 哈哈 再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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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段 阴容多元化 取向大众化 要让观众觉得既轻松又亲切 要走在时代的间谍 把两岸三地的观众紧扣在一起 我们这个台就是应该这样 腔腔三人行周一到周五 你们好 我是窦文涛 来认识一下我们本周的两位嘉宾 哈哈哈 你看我那贼眼 对我跟你说 基本上要感谢这个特首曾荫权 当年他还是什么官来着 胖胎 那个当年是财政司 财政司司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我们老板建议 就是说最早 我不是说穿这个马甲背心啊 是打这个的 第一级第一级 主要就是模仿这个曾荫权 这次昨天我们香港台来这个开播呀 你跟他握手了 握手了 其实呢我也倒也不是为了别的 我等了很久 曾荫权先生到我们台来 你想跟他比一下谁 比一下谁高 你可真了解我 我就猜到了 我终于比出来了 我比他高啊 哈哈哈 他很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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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矮矮子了不起吗 现在的年代 对不对 哎 看了刚才那段 温道雄又有什么感触 我的感觉是看到 这真是 我这么说好像不吉祥说 英勇晚载 哈哈哈 哈哈哈 没有不吉祥 华尔洛格式 没有没有不吉祥 没有没有不吉祥 照咱们台庆他们写的这个词啊 今天咱们涅槃 涅槃了 重生嘛 涅都涅槃了 那行了 没什么不吉祥 也就 对 没啥不吉祥 过去的人已然死去了 对吧 从今天开始 新的文桃出现了 对 奴役也不再是那个样 没错 我希望工资单也是新的 对 我我昨天才跟公司 公司的同事谈起来说 凤凰15年有什么变了 什么没变 我们发现有样东西是铁定没变 我说那是工资没变 但是我们有同事反驳 不还是变了 我说怎么个变了 他说从前拿港币在大陆花 很好 现在拿港币到大陆是亏了 这个变化太大了 是不是在电视工业圈里边 一个节目十几年 就算是比较成功 如果在大陆 这是最长寿的 在美国呢 美国没有 美国还 在香港有没有节目十几年了 那个换了 不是叫什么 换了经销 那现目前为止没有了 那个老头 那个 deby lederman 离来来前一阵退休的 那个 那他是做了25年 他是做了25年 我们还算短 我们其实还是三年 革命尚未成功通智日行 对我们 我可没准备 我可没准备 你向阮次山方向发展 你说他他他他说了 阮次山他的头型比较接近了 开始留胡子了 没错没错 哎 你看你发现没有凤凰 我跟你说刚开始的时候 那是一个青年台 我认为刚开始的时候很就是很时尚的 整个是跟那种青年时尚的感觉 你知道吗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老成了 是啊 的确是 现在慢慢变了 连观众群都老成了 他现在你看他就加入资讯 他开始这个各方面不一样了 凤凰有一个非常得天独厚 所以他的困难变成他的特长 他的收视率有限制 所以不是说叫影响有影响的人吗 那倒过来也要被有影响的人影响吗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吗 但是他是天下很少有这样的台就是电视剧 还不如谈话节目收视率高的 哪有一个台供你们说话 这个全世界都因为他的固定的这个观众群有一个特定 他不是全方位展开 所以他变成了一个谈话节目能够这么长青 能够支撑主要的收视率能够在网上点播 这个是一个很很很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这是我平常带过最奇怪的一个电视台 那你带过几个了 啊 带过几个了 这是最奇怪的一个 《千千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来这个还还有一段 其实我都没机会看过这么多些年 咱们再看一段看当年又是出什么幺蛾子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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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礼杯 祝新岁 新年新春新欢喜 天丁天才天福气 祝福你呀 恭喜你 今年好景 省去年 健康迷快 愁敬旺 敬意满堂好风光 罢好月圆 人安康 风调雨顺 年年发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新年快乐 开业恒红 这个是十年前了 对 那个时候就是这么一个款 很多名字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了 补邦怡啊 对 我知道 严里庚啊 我的张铁林知道吧 对对对对对 这是曾经在我们那待过的 曹英人家现在已然去联合国当秘书长了 这什么秘书长 秘书长的手下 对对对对 部下啊 对 所以凤凰出人才 你看不在这干就去联合国 我们枪枪三人行出了香港环保局长了 对快下台了 再说一年多就撤了 多也不错 人工很高 没错没错 地位很高 但是但是你说一个台15年是一个很年轻的台 但是我们每个人呢 你想想我们也能有几个十年十五年呢 哎呦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回过头来 我检点整个自己跟这个凤凰的关系 在我这个整个回想自己的生活里面 这是很重要一个chapter 就很重要的一段 对你来说更加是的 差不多是你大半个人生 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时光 对吗 对 还是第二好的一段时光 很难讲 对我来说 怎么着 我比较保重 你还有二心吗 不是 我是 因为你知道我 我总是不大呃 做了这么多年电视啊 但是我始终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到今天还是有这个感觉 你就不应该 我是客人 你不应该 对但是我始终觉得好像 呃心里面总是有股感觉 觉得我好像还有什么地方要去 嗯呃一个能够真的让自己定下来的地方 哎 我觉得很奇怪 我不知道怎么形成这个经验 但是我跟你讲 他就是能呃就是他这个池子里啊 可以有很多格格不入的人 这个也就是很多地方你这个格格不入的人呢 你没法在这呆着 你知道吗 这点倒是 呃 但是你像像我这种是属于这个凤凰 其实我不是什么先进分子啊 我是有名的落后分子 你是麻烦制造者啊 你是落后分子被改造成先进分子的典型 也没改造好啊 你一直没有被改造好 但是我就我就觉得啊 他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觉得特别奇怪啊 我跟你说啊 呃 咱讲实话哈 不是那么完美的 跟任何一个电视台一样 内部你待下来也有很多不合理 你有很多让你气闷之处 但是问题就在于我又觉得他特别奇怪的就是 你干嘛一直在这呢 你干嘛不走呢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还是这个地方